安装MySQL的驱动程式 你可以到控制台里面的系统管理工具 看一下驱动程式 里面如果有这两个 那恭喜你表示已经有安装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具备有连线到MySQL资料库的能力了 OK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什么 ConnectionStreet的网站 里面的连线字串 那这个连线字串 其实你可以拿来复制贴上使用 因为它里面 大概只要改几个地方 driver不用改 server的话呢 如果你是自己电脑里面本身的测试 你可以用localhost 或者是127.0.0.1 都是指的是你自己的这一台server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是要连到别台 或者是给别人连的话 那你就要告诉他 这个地方不是localhost 那你的网址应该是哪一个 你可以按看那个右下角 会有一个什么呢 有没有一台网路嘛 一台连线的电脑 一个网路 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 我习惯了 当你可以从控制台里面 也可以找到 我的习惯是比这边比较快 按右键之后 有一个开启网路和共用中心 其实他等同就是从控制台里面 去找到那个网路和共用中心 那你就点选什么 点选这边的连线 连线里面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有没有 这个好像有点像一个网路线的那个头 有没有 然后你就要点它一下 点这个地方 进到里面呢 它就会有你这一台电脑的IP位置了 当然很多种方法 你也可以下指令 我有觉得一般人应该图形化 这个应该会比较能够接受 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里面呢 就会看到你的IP位置了 有没有看到IPV4 所以记得就是从哪里呢 我的习惯从这边 或者你从这边 控制台 网路和共用中心 进来的话呢 找到这个 OK 然后呢 在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里面呢 找到IPV4的位置 这个就是我现在这一台电脑的位置 192.168.2.212 那当然 我们这边的所有电脑的IP位置 一定都不会一模一样 如果一模一样就冲突了 OK 所以可以借由这个IP位置 来去做连线的动作 OK 所以localhost的部分的话 当然将来我们可以改 不过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先用 127.0.1 或localhost都可以 OK 第一个 大概会有这一些 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稍微说明一下 那其他的话就是 database指的就问题一 所以你买这个什么 买database这边改问题一 那user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root OK 那password的话呢 就1234 那后面可以不用改 改完之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连线自串 你就把它放在 ado.就是mycon.open 后面那一串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再来就下seql语法 下完seql语法 我们的单笔连线就完成了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单笔连线在这边 单笔这里 其实就是上礼拜做的 差异性不大 就是大概只有改哪里呢 改ado.这个地方 ado.我刚刚讲的这个地方 主要是这个 这太小了 把它切到 把这一段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这个 全部新增线不要 就是其实主要是两段 这一段新增单笔 跟利用ado新增资料 因为它这个是共用程序 等一下单笔跟全部都会呼叫它 它的作用就是帮我去 把资料写到哪里呢 写到那个我们的myseql里面 那里面呢 基本上有哪一些比较重要 其实基本上跟上个礼拜的那个 差异性不大 这个一样 下面的东西也一样 基本上都没改 只有改那个connection的连线尺串 有没有 driver嘛 其实我刚刚讲的 server部分的话呢 我现在是只有连到自己本身 那当然未来如果我要连到那个 就是给别人连 也可以成功的话 我可以改成192.168.2 点多少 212吧 这个应该没错 按右键 这边进来详细资料 点212没错 那将来当然你也可以去改成你自己的啦 OK 那如果你改成这个地方改你自己的 别人连你的这个server也不会有问题 OK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呢 database就问题一 user password option 这个地方都用刚刚的那个content tree一模一样 好 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说我要测试什么 测试我要把最下面这一笔 YYY这一笔怎么样 把它新增到我的这个myseql里面 看看能不能成功 我来试一下 按个这个 按按新增一单笔 OK 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跳出这个 is not allowed to connect 这个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如果你要连线到这个IP位置 等一下还要再做其他的设定 所以先不改好了 我们把它改回来 先改localhost 待会我再教各位 如果你要改成那个IP位 可能要做一个server里面好像要做设定 好 这个地方改 先不要改 先用127.0.0 其实就是我们云单上面的程式 好 把它执行 这时候你会发现 资料新增成功了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其实我可以连到我刚刚这个地方的那个 问题一里面的问题一资料库 这个时候YYY就过来了 OK 一笔资料 成功 那第二步的话 当然我要全部新增 OK 那全部新增上个礼拜也有讲过 其实跟上礼拜也是一样 差别只有是什么 就是这一段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所以我可以把那个上个礼拜 甚至是我干脆直接拿那个 这边全部新增的 这个程式 我把它直接这一段 全部新增 Ctrl C 那直接把它放在我们这边 并且加上一个按钮 全部新增 那里面当然就是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三列 到最下面一列 那分别就是一个一个帮我新增 一个一个 最后新增完之后呢 再跳出一个资料新增 全部成功 然后面加上一个 这个VB Information的一个 icon 一个按钮 然后呢我们把它执行 那另外当然我这边已经在前面加上一个按钮了 就全部新增 这个全部新增其实就是对应到这个 这个这个新增 对新增全部 这个刚刚那个程序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因为这个跑的会比较比较久一点点 不过其实也没几笔了 我这边先是个中断点点击他 那基本上一样 先抓到第一笔 第一笔里面的话 当然分别就是这个零叉叉等等 那这些再丢给我们的利用ADO新增 那一样是create的一个ADO 一样是连线 所以这一行如果有卡住的话 表示Driver或者是后面的server IP位置 或者是那个username password会出 不过如果有错你按针错 他会告诉你哪边出错 然后insert into串切我们需要的字串 再丢给那个mySQL去做执行 这个isq有点像是在那个 我们刚刚的这个mySQL里面的 这里面 这个里面有个seql 类似有点像这边去新增 按执行的动作是一样 反正他也听得懂那个 就是seql的语法 所以把它执行 那如果这个执行的话 那表示你seql语法没有错误 他已经又新增一笔了 那其他都一样 所以我就让他直接全部乱完 全部新增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全部新增成功 一样 我们一样再切到那个 我们的问题一里面的问题一资料表 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全部的资料有没有 就通通丢过来了 那表示呢 现在 VBA跟mySQL之间 这个丢过去是完全没问题了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我希望怎么样 还可以删除 这个删旧资料 然后再把资料再从mySQL捞回来 捞回来其实刚刚是insert in two 捞回来就select所有的东西 再帮我放到VBA里面 OK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